今集再一集東京玩這些會和你們去攝谷全新地標 Shibuya Sky 展望台 也會去很多人聽過但又未去過的有長者袁淑清的巢鴨區 還有會去錦系丁Paco 一間很豪華的Food Court 吃一個魚山當 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的頻道 現在我會和大家去一個全新的商場 在攝谷站的出口 B6 就可以來到這個叫Shibuya Scramble Square 全新開幕的今年2019年11月的新商場 裡面有200多間的店舖 還有很多很多的食肆 還有一會兒我會上他們的展望台叫Shibuya Sky 上去看下來的風景是否真的好美 現在進去看看 叫 forgiven 唐ings 我是 Bachelor 我會地下茶 你腳endo裡面 瓦子 Kir加 你去吧,你去吧 Shibuya Sky 的售票處是位於14樓 當你買人票之後,就要坐一個電梯再上一層 接著再搭升降機,上到45樓的Sky Gate 因為所有東西,手提行李,手提袋,手提袋,腳架都不能帶到外面室外的地方 所以這裡有一個Locker Room,可以用一次Locker 現在就上到Shibuya Sky 的46樓 這個位置就是很多人在自拍的位置 不過現在就要排隊,等一會拍幾張照片 現在進入到這裡,就是這個46樓 這裡全部都是室外的 拍照真的好漂亮,打卡位很多 現在再上一層是ROOF TOP來的 現在再上去 不過上來就不能帶任何的SELFIE STICK 或者腳架等等 所以現在都要用手拿著小機來拍 現在就坐在電梯再上一層 天好應該很漂亮 不過現在都有點日落的景色 因為現在大概是4點 下午4點 因為日本東京這裡 4點半就日落了 現在就要上一層的SKY STAGE ROOF TOP 哇,三個綠色導表給大家看一下 好大 每一個角度都看到東京 是一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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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呢 現在有幾十人在排隊 至少都四五十人 就是為了拍這個 在頂樓的角落位 剛剛在下面那層已經拍了 這個就是後面沒有遮擋的風景 不過要排幾十人 我就不排了 那在後面拍一下影片就算了 其實上來這個SKY STAGE ROOF 如果你想看日景加夜景 我就提醒大家 就是日落前的時間來 可以看日落 而且拍一些晚上的景色 那這2,000元入場費就值了 這2,000元入場費 就是再次拍攝 這2,000元入場費 就不來看見 照片 一張照片 啊 是一張照片 對 這一個照片 可以看見 照片 是一個照片 我們去看見 臨走之前,出口是購物的地方,購買Shibuya Sky 的紀念品 在Subuya Sky 下回14樓出口,一進來就已經是Scrambles Square 其實商場有14層,每層都有食肆和購物 現在我在東京的城市叫做巢鴨 相信你們都聽過巢鴨,但可能很多人來東京都未來過 今次我有多時間,所以就過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是年長人的元宿之稱 上去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可以過來看看 現在在巢鴨站出來了 現在正在巢鴨地藏通商店街 是一條在巢鴨比較有名的,兩旁都有商店的商店街 我剛出到這裡,感覺到這裡的氣氛比較民居 完全是不會跟你在新宿、辭代、銀座的感覺 但如果有時間來感覺一下,日本人自己本地人的生活也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明天就是日本人的過新年 很多人現在都來到百年貨 看到後面一間叫鹽大福的,是買這個福餅的 因為通常過年他們都會吃福餅 我一會兒都買一個,認下節先 現在正在巢鴨地藏通商店街 現在正在巢鴨地藏通商店街 兩旁有很多商店店 有些東西都蠻值得買的 蠻特別的 還有他們當地區的特色紀念品就是那隻鴨 因為巢鴨是有隻鴨的 一會兒就知道前面都有隻鴨給大家摸一下 而兩旁都有些廟宇給人參拜 今天其實這裡都蠻旺的 很多本地人都來這裡 後面這裡有兩間賣底底的地方 全部都是賣紅色的 寫著2020開運 我相信香港人來到都應該會買一條 因為快要過年了 過年應該穿一些紅色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東西適合我 剛剛在裡面這間賣紅底底的地方 買了一些東西 其實每一個商品的包裝上面都寫著 紅的底褲是代表健康的商品 因為穿了他們說會健康和有福氣 現在呢 今宵其實很暖的 現在開始翻風 很大風 開始凍了 剛剛買了這個大福餅 買了三個的開運大福 今晚就慢慢回去酒店倒數的時候吃 包裝得很漂亮的 其實今天也是年尾三十一號的關係 店舖都早收了 現在四點多開始 他們都早點回家 過年了 今晚應該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走 店舖都是早收的 茶鴨這裏都相當特別的 如果是有時間的 其實過來逛逛都沒距離 尤其是如果你買了這個 地鐵的一日pass 那乘車過來逛逛 都不妨的 因為其實都挺有特色 日本自己本地當地人的一些 生活文化體驗下 挺特別的 好了 剛才說完茶鴨 現在就來到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錦系町 這個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商場 因為如果你們平時在東京走得多 新宿、池袋、銀座等地方 都可以來一下這些 比較細小一點的車站來看 為什麼特別呢 這裏有新開車的Parker 在後面 另外那邊有0101 另外幾個商場圍著這個車站 還有這裏附近就是淺草 再過幾個站就是Skytree 所以如果去開那一頭 都可以來這裏走一下 還有特別的地方就是 Parker裏面有個比較特別的 Food Court 之前的深美旅行團都介紹過 一會兒會試進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好吃的魚生飯 他們之前介紹過的 我再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在錦系町這個站 商場附近 走了一會兒 現在過去這間新的Parker 那個豪華Food Court 那裏面想試一下魚生丹 那間很有名的 那間很有名的 過去看看 這間Richter Bear 這間有極上牛的三文治 那現在我想去吃這間 叫做二代木夜口鮮魚店 它有一個限定海鮮丹 它有一個限定海鮮丹 這個是4500日圓的 新年的丹 來的 好 那進入到這個 在Parker的地下 的Food Court 那這間叫做二代木的 海鮮魚生飯店 它其實在竹地是很有名的 有很多款不同的海鮮丹 差不多 大家的價錢大概是2000日圓 叫做2000日圓 叫做野口之海鮮丹 大家看看 還有這裡的環境都不錯 現在不算多人 因為現在是4點來5點 不是太吃飯的時間 這個豪華的野口之海鮮丹 就來了 嘩 好特別 很多東西 它有些魚生 它還有一串 這個串燒 應該都是魚來的 但我又不知道 我先吃吃 試試這個圈 是魚來的 應該是 不知道是湯瓦 還是 它出現是燒了 裡面中間還是生生的 另外呢 就有一隻很大的蝦 有一個蟹 有兩個蟹蟹仔 有一個蟹蓋 不過沒有東西 但它放得很漂亮 大概魚都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片魚 有蟹蟹蛋 有大蝦 有兩個蟹蟹 有魚籽 有魚籽 非常特別 如果離開 就是說 如果來這條 上來 是在丁裡逛逛 都可以到餘地逛逛 因為它都有幾樣東西 如果一家來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 有餘生的話 有其他食物都可以 現在嘗一下 魚身不身鮮 這個像是 湯羅來的 好够 哇,拖下去了 我不知道是中還是大 都是入口即溶的 飯的味道也不錯 它的酸度也適中 因為我又不喜歡太冷的 很硬 又不喜歡太酸 這個就剛剛好 還有大家 記住在日本吃這些自助的Food Club 吃完東西之後 記得把整盤的食物拿回他們 每個當位不同的飯卻口 一連八集的東京玩這些 到這裏又要完結了 大家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和留言 最重要是還未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支持